今天我们讲对我们历史有着深远影响的一件事 它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现在 我们知道在我们唐朝之前 我们是有贵族的 就是我们东汉末年的门发士族 他们以宗族为纽带 世代为官 就是说你往前倒个几百年 家都是当官的 这官小了还不行 不管你皇帝怎么换 反正你谁上去都得用我家的人 他们享有特权 等级严格 标榜文帝 你比如说 两进南北朝时期的王谢元宵 旧时王谢唐前宴的王家跟谢家 你看谢安 四十岁以前人家就有游上玩水 四十岁以后 人家一句话就能去朝廷担任要职 都不用选拔的 还有兰陵萧氏 两朝出了二十一个皇帝 四十二个成像 虽然说到了唐朝时期 由于这个门发士族过于强大 那有些皇帝呢 他就去刻意打压这些门发士族 你比如说唐高宗 他就下令 这些五姓七旺 他们之间是不允许通婚的 还有就是武则天 也是刻意打压这些门发士族 但是他们的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的 我们可以看唐朝那些成像 不是什么姓崔的 又是姓裴的 要么就是姓卢的 姓杨的 对不对 那姓崔的出了二十七个成像 姓裴的出了十八个 红农阳氏出了十二个 新阳正氏出了十个 范阳卢氏出了八个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这些门发士族 把握着这个社会的上层 在唐朝以前的几百年里 他们之间互相通婚 等级森严 打个比方说 顶级门发 他只能跟顶级门发之间结婚 你刺一点都不行 长时间这样下去 等于说他就锁死了 底层旺盛的这种 竞生通道了 造成了这个社会的固化 你想想玩来玩去 都是你这几个大兴吗 对吧 哦那我生下来 要是个种地的 那我只能一辈子种地了 那我生下来是个寒门 那我一辈子就是这种 只能当小官 你比如说 从小就跟着梁武帝 混到陈庆之 他就是一个寒门 他终其一生 也就是一个杂号将军 这种情况 直到黄朝起义的爆发 黄朝起义我说过啊 我们历史 按照立场不同 他没有什么纯粹的坏人 但是呢 凡事他也不绝对 黄朝就是一个坏人 我们看啊 他这个黄朝 他跟人陈胜吴广 李自成他们还不太一样 人家属于这个 没办法了 人家才起义 黄朝就属于是不安分 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 对当时的老百姓 造成了很大的灾难 黄朝起义 我们课本上说 他是一个农民起义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黄朝他本人 可绝对不是什么农民 黄朝家里啊 是世代范思严的 非常有钱 我们可以看到啊 五岁他就能跟他爷爷对事 这就不是一般家庭 我们看到五岁写的事啊 萨萨秋风满怨灾 蕊仙寒冷爹难来 他年我若为清帝 暴雨桃花一处开 看到了没 这家伙从小就不安分 而且长大之后 喜欢结交江湖豪杰 其实说好听点叫豪杰 说不好听点 就是大家结社的嘛 黄朝一开始啊 他也是准备走这个仕途路线 参加了几次科举 但是呢没有考中 我们知道啊 唐朝的科举跟后来的还不太一样 他属于考试带举荐模式的 就是说你光考的好还不行 你朝廷里还得有人推荐你 所以我们会看到 唐朝考试节 他们都会拜访一些考官 他们之间互相认识认识 人家还有面试 而且考试地点 就是在长安跟洛阳 你说你又不是长安跟洛阳的人 人家凭什么让你选上啊 人家选肯定选的都是 长安跟洛阳的这种世家子弟啊 所以说嘛 这个皇朝啊 他心里就有怨气 那这个时间他不就写了那首 著名的不敌后富局啊 从天相阵透传案 满城近代黄金甲 所以我们看到 这有这哥们啊 他从小心里 他就不安分 长大也是如此 那他后来参加王先知那个棋 绝对不是什么生活不下去了 就是他内心的不安分 加上有怨气造成的 我们看到王先知牺牲之后啊 皇朝又领着这支部队 他到处乱窜 他根本没有什么纲领的 说白了他就是一伙流寇 只不过他这伙流寇 人数多少点 60多万 我们看到地图啊 这哥们把当时唐朝跑了个遍 也把唐朝厚厚厚了个遍 尤其是两津走廊地区 就是长安跟洛阳之间 仅长安城就为皇朝洗劫了数次 我们看诗人违装写的这个梁慧寅 明朝小至三封路 百万人家无一户 非常惨啊 我们看史料记载 就是有一次啊 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反对皇朝的诗 但是他查不出来到底是谁写的 那皇朝又下令 把他认为可能写诗的这些人 全杀了 三千多人 那我们就可以想想 这些人他都不是平常老百姓啊 平常老百姓谁写诗啊 在长安城里 那会写诗的 诗字的 那都是世家大族啊 经过皇朝跟唐墨的不断战争 使得生活在两津走廊区域的 门阀士族被屠戮殆尽 资质通鉴就明确记载 皇朝在撤出长安时间 对长安城的这个破坏 所以我们看到 到了宋朝上层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门阀士族就彻底消失了 全而代之呢 就是一个平民的社会 我们要知道啊 这个宋朝所谓的士大夫 跟门阀士族 他们是不一样的 根本的区别就在于 你士大夫的这个官职 是不能往下传的 比如我们看燕书 他官至宰相 但是你看他八个儿子 官当到最大的 应该是他家老四 爱爷 就是一个知州 其他那几个儿子 都是那些芝麻小官 比如说咱们熟知的那个燕济道 他只是一个通判 皇朝起义啊 就当时来看 他确实给当时的百姓 造成了非常大的灾难 但是我们从长远来看 从大的历史来看 他又是有这个进步意义的 他对于整个历史的这个影响 他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 他做了什么